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在转换上面有什么心境上的转折 我觉得是以前在当选手的时候 都是教练在教我们 所以我们只要把教练说的做好就好了 可是现在角色不一样 现在是教练 然后我要去依各个学员的状况 然后去调整课表 或者是他们的状况之类的 对 那你认为在转换的过程当中 有遇到调试的问题吗 像有遇到说就是 因为很多学生他们的状况都不一样 像遇到比较好教的 可能教一次他就懂 可是遇到那种不好教的 可能就是要 就要多站在他的角度 然后去替他想 就是多去了解说 他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发生 对 所以你觉得还好 就是整个过程当中 你算是调试的 都还可以 对啊 还不错 那我们也想了解教练 你认为你自己的教学 风格跟特色是什么 那在跟学生互动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我在教学的时候 我都会就是一直去教导他们 可是像有些学生 他会就是一直点头 就好像是觉得说 他都了解 他都了解 可是我就看他 因为他的动作就做不出来 或者是一些状况 然后他也是 我就问他说有没有问题 可是他还是说 没有问题这样 然后后来我就是 练完习的时候 我就去问他说 为什么你要一直点头 可是你却一直做不出来 然后他们就觉得说 我怕我骂他这样 对我就说其实 骂 如果说你真的不会 我可以教你 可是如果说 因为我会骂你是因为 我一直跟你讲 然后你一直做错这样子 对啊 所以我觉得蛮特别的 就他们可能在过程当中 不希望被你责难 所以就一直跟你说 没问题没问题 对就一直点头 一直点头 但是他没有办法做到 你说的那个部分 对我要的要求 对 所以这样的学生多吗 不多 少部分 所以大部分的学生应该都是在你的指导之下 对 球技都会慢慢的进步 就是在我的 还hold得住的范围 OK 对 那么你在当教练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哪一些挑战或是困难 像以前在当选手的时候 会遇到就是一些状况 可以就是去问教练啊 或者是去问同学 对 他们都可以直接给我一些会议 可是现在在当教练的时候 就是必须要去独当一面 然后因为就是要一个人去hold 可能三四十个人这样子 然后当然我也会就是有些不能回应的答案 我也会去问一些前辈啊 或者是同学 然后他们就会回应我 然后像我带队出去比赛的时候 就会遇到说很多问题 例如说交通啊 然后可能要帮忙订便当 注意选手的比赛 然后在比赛的过程中 我要去指导他们 因为中场休息时间就差不多只有三四秒 然后我要再三四秒 然后整理重点 然后告诉选手 他们该注意对手什么 对 OK 所以你认为这些都是 当教练之后 跟选手不一样的困难的部分 对 但是我相信你都一一克服了 对啊 虽然说一开始啊 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很不习惯 因为角色互换 就是没办法像以前在选手的时候 想干嘛就干嘛 可是现在是在当教练 就是必须要有教练的尊严 对啊 还是要严肃一点 是 对 我觉得上教练表现得蛮称直的 现在就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教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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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